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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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會累嗎 會不會 會不會 很辛苦 不容易 大家很有心 要來這裡願意說 用你們的時間 用你們的錢 真的很不容易 三天兩夜 我想很多人很久 已經沒有這種經驗 最高要上幾日 還在外面住 像家人那裡舒適 你們給大家 自己打一個 鼓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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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我這個口 主要是要說 我們新的酒 的建設藍圖 我希望 我希望透過 這個演講的規定 當中 給大家了解 我們要怎麼來建設 我相信 我們新的酒 只不過是 我們六的酒 以來集中一個酒 我們來做這種建設 但是我相信 基本上 我們全台灣 未來 也是 朝這個方向在進行 每一個酒 都有自己的一個願景 我們 台灣 這個地方 也有整 整體的一個大願景 在 所以我是 辛苦 我們新店酒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正是開始介紹之前 我要請 我 有兩 兩 兩 兩則新聞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 我們在外面 在說 有時候要推動 我們的論述的時候 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 好像很無力感 有很多人 也把我們當作笑 我想 應該 多多少 都會 遇到 但是沒關係 我們現在 就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像說 上禮拜 不是上禮拜 2月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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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自由時報 他就 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說 因為 2月23號 剛好 那天 其實是2月22號 阿北總理 日本的總理 他去美國訪問 這個新聞很重要 剛好放在自由時報的 那個頭條 頭條 頭條 頭版 那一面 那一面 就對了 頭條 他說 這是 台北旗太極雙星造假 那就不管 這個不是新聞吧 應該是 他們都很正常 所有東西都造假 但是第2抓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釣魚島的爭議 美國挺安倍 這條 我們大家來注意 因為 我就請 剛才就請 我們人員 把這個新聞釣出來 裡面有很重要幾句話 就是說 美國 歐巴馬政府 他說得很清楚 美國日本 的安保條約 美食安保條約裡面 包括了台灣 跟釣魚島 他這邊有說說 包括了釣魚台 反對任何支持 反對任何片面挑戰 日本行政管轄權的行動 我們來想看看 你中國不是一天說 我們是他的 中華民國也一天說 我們是他們 為什麼中華民國沒有出來抗議 中國也沒有出來抗議 怎麼沒有跟你宣戰 他怎麼不敢 我在外面 在跟人做演講 在做選團的時候 我也 很鼓勵 說每一個人 你如果覺得說 我們在說東西 法律層次真的太深了 太親了 我們就不知道 什麼 給我古今山 和平條友 什麼戰爭法 戰領法 沒有關係 你都可以 暫時不要去看 你只看美國日本安保條約 就知道了 這個條約是一九 一九六空年 日本跟美國就已經簽到來了 簽到來之後 到一九九六年 他們又把這個重新 條約重新再修正了一次 很簡單嘛 你如果說大家都說 台灣是他的 美日安保條約 竟然把美國 竟然把台灣釣魚台 跟南海放在裡面 你中國早就應該打仗了 為什麼他不敢動 他應該趕快抗議 還是說 什麼發表什麼新聞 也不敢 他只有一天就在嘴裡在那裡說 中華美光也是 說是台灣這個租款 他現在也說中國租款 所以我們那個都不要看 只要看這個就夠了 美國日本安保條約 講得非常清楚 這拿去給你的朋友看 甚至上網 你如果不上網 沒關係 你的孩子上去打幾個關鍵字 美國日本安保條約 台灣 釣魚台 這是打間隔群島 就很清楚啊 這個還需要爭辯嗎 拿這樣給你看 哪像有人說 你沒有新聞情 我們不相信 你拿新聞情 我看他就相信 意思是一樣 我們把這個釣出來 讓他看就知道 釣魚台 說得很清楚啊 日本 最近他當選中立之後 他態度非常堅定 而且很很很強硬 因為 當這個時候 當然美國也在跟他一起合作進行 未來這個租款要怎麼回合的事情 所以他才有聲 說 阿伯 安倍言說的主釣著重於 日本捲土重來 他都重申釣魚台獵島 是日本的主權領土 強調日本堅持擁有釣魚台的決心 結果 因為大家都不敢 還不敢說話 這兩個國家出品 誰還敢說話 只有一個賤頭的 生的媽的 拿出來說 什麼要提倡東海和平 人家就不敢插他 他自己在那邊 在浪超廳 在那邊耍小丑 人家哪裡他 所以這個很清楚 你根本中 我聽說 無人給一個條件跟人說這個 這個賤頭的 叫什麼賤什麼酒的 我聽名聽出來 這種酒很難喝的 什麼賤什麼酒 那個酒聽起來很難喝 阿伯那種酒不可以去買來喝 喝了之後 男人會變無能 賤什麼酒的 那種酒不可以喝 就在聽說什麼 什麼東海和平 人家就歪歪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個新聞 很清楚 我也覺得很值得 大家下去研究 暫時你如果看新台灣 我真的你看沒關係 我們只看 美國日本安保條約 就可以很清楚了 還有一條 這是我看看 這是早上的吧 3月8號 對早上的 早上又出了一個新聞 也是自由私部 這個新聞更了不起 他說這是3月8號早上的 自由私部 國際新聞不知道 幾個人有去注意到這條 知道 他也寫得很清楚 日本的首相安倍阿伯 將把今年4月28日定為主權回復日 這很注意 什麼叫主權回復日 他有說得很清楚喔 不是 4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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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因為也是 古今山和平條約 日本 那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生肖日 舊金山和平條約就是我們 我們法律上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所以大家 要稍微記一下 4月28 4月28 428 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生肖日期 1952年 很多人那個時候 包括我都還沒有出生 那個時候就已經把這個 合約定下來的 決定了台灣人未來的命運 所以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他真的是決定了我們台灣的未來 那終於被我們發現了 阿伯有在推動說 4月28日主權回復日 他裡面有說喔 他在演算中間喔 他有簡單的講 他說 日本戰敗投降後 由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同盟 國軍事佔領 他有說 第一批盟軍在橫濱登陸 設立同盟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 美軍佔領 本州北海道九州沖繩群島 叫什麼 第二的蘇聯占領 38度 38度縣以北的北韓 就是現在的北韓 所以現在北韓南韓 兩邊不一樣嘛 因為他當初是蘇聯占領 來 最後一條 中華民國則佔領台灣澎湖 他這聲音很清楚 他這樣一個小聲 把這件事說出來給大家知道 那他說 他這裡還有說 古金山和平條約 為的是解決日本在二戰 二次大戰以後的地位 釐清戰爭責任所衍生的國際法問題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憲主席 台灣政府 他們這裡所了解的東西 就是為國際法 為政政法 為占領法 為古金山 舊金山和平條約所衍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辦法 很清楚的了解 目前台灣的地位 所以這幾個法都非常重要 他有說 他有說 他有幾條聲明 就是說 聲明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放棄台澎 等權利 不過 中華民國佔領台澎的過程 與國際法效力 迄今仍有爭議 舊金山和約因而成為 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重要依據 我們現在所說的 尖閣群島就是中華台 那這些都是舊金山和約的副產品 我就大家這個 這個東西拿出來就是要提醒各位 你們有可以回去找 把這些東西找出來 稍微討一下 不管你懂不懂你大概了解 然後跟台灣有關係的部分 你再算稍微討一下 慢慢看 慢慢去了解 因為這些法律問題很輕 你想想看 必須有什麼膠膠的一本 其實他還有很多東西都沒有拿出來 但是那個厚厚的一本 就夠我們讀好久好久了 但是這 雖然很高 但我們也是要盡量去看 因為怎麼樣 這就是決定我們台灣的未來 我們自己 阿爸要怎麼走 我們的怕孫的未來 我們世世代代千年百年的未來 所以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不想想說這時候 一定要待這個時候 拿出來讓大家了解 讓大家聽 了解我們整個台灣的地位 到底是怎樣 你們如果要去網站找就很簡單 把這個 那些關鍵字都寫出來就好 什麼428主權回復日 還是說什麼日向安倍推動428 類似這種關鍵字你打進去 可以再看 因為補助有時候你那個旁邊沒有難找 可以的話你就上網看 這個都非常重要 我就趁這個時間 跟大家說這些 這些很重要的訊息 那其實 日本確實 已經在推動了 只不過說目前很多事情 他還沒浮出檯面 還沒浮出檯面 當然有很多因素 一下子他不方便馬上浮出檯面 但是基本上 我們把現主持 各位所接受的所有地執 你要想看 然後跟 跟日本做的動作 你要想看 其實喔 他是黏著火 他未來一定會連在一起 那我們要看得懂 那像說之前那個什麼人 嗯 他是什麼啦 食元 食元是 東京都的那個 市長嘛 我們這樣說 他是整個大都會 上千萬的人口 他也是自民黨裡面 很 最高級的 備份各方面的資歷 那個最高的 我們也要了解 是怎麼 他這麼大這個檯 他是有裁刀 去做日本的修上的人 是怎麼 他要把 這個頭路死掉 我們現在慢慢想回去 你看他辭掉以後 他成立什麼 太陽黨 太陽黨 他就照很多人 他太陽黨 那也很有趣啊 為什麼取名叫做太陽黨 因為他在日本國際嘛 他要回憶什麼 日本的憲法嘛 啊 美國在後面 在教大家怎麼做 他 他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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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掉 他就是要來 推動這些東西 安倍總理 阿伯 他也是 就是 回國啊 日本有史以來回國 在擔任總理的人 這事情 其實都有他的 算數在的 我們要了解 包括你看 你看 因為他們兩個 這裡自民黨 這裡一些猴人 總理啦 救援他們這些人 在推動 所以 在去年的年底 日本的自民黨 眾議院 眾議院 眾議院選舉 選舉 你看 大勝利 在加雄 那個 他是 救援先生 他在 他在主持 那個太陽黨 維新會 他那 上面說 在外圍 在做這個工作 你如果跟自民黨 一結合起來 他們得到多少呢 我記得超過 百分之七十的 得票率 這都是 跟未來 要把整個 包括 台灣這個土地 恢復他原來的地位 包括日本 他現主席 他的地位 也不是他 真真正的地位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他們這些人在做的工作 都是為了要恢復 日本 台日本 帝國的地位 在做打拼 在做努力 所以 我們如果看到就知道說 我們的路是正確的 我們繼續下去走 絕對不會生 這是一條一條下去走的 他們如果 現在現主席 很多日本人 都不知道 就是剛好 他這個 這個新聞 他裡面就寫 阿北上 阿北總理就說得很清楚 說 現主席 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 日本的地位 所以 他現主席是什麼 用的是什麼 新日本憲法 不是民地憲法 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現在 他不是用民治憲法 我們台灣跟現主席 天皇的民治憲法 還沒有拿起來 所以我們台灣的實行是什麼 民地憲法 日本是什麼 新日本憲法 新日本憲法是 就是讓 麥卡斯 將軍 改掉 所以 天皇就不能說話了 現在 造成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想 畢叔 你們不知道 跟你們說話 我們是 日本天皇的 臣民 他們是子民 因為 新日本憲法 他是在 民治憲法 之下 所以 越來越處 這局 越來越好 我看 歷史一定要回到原點 回到原點 這個過程 大家就要很打拼 我就說 這阿伯先生跟 他死了什麼 他們都很打拼 好 打拼要做什麼 他們就是要開始修改 日本憲法 新日本憲法 一定要改做什麼 民地憲法 改回來 去修 去修正 當然阿伯他們這個要怎麼修正 那都是細節問題 重點就是說 他們也了解 他們都知道 只有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樣可以說 把他們的 新日本憲法 改起來 牛起來跟民地憲法 白頂的憲法 然後 天風才有法度發聲 才有法度說 才有法度說 他們一樣 回合 因為現主是他們的地位不一樣 但是他們日本人都不知道 他們才有法度回合說 自住民子民 回復到變成成成民的這個地位 這樣子才是一個很完整的版圖 那這個當然 當然說的這裡 會越說越輕 我想我先暫時 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討論 這個建設藍圖 好 台灣 台灣六十多年來 真的遭遇了很多苦難 我在注意看我們的社會現象 確實 真的 真的 有進步 但是很少 看得很痛 所以我那時候接受到後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一定要把人的 斬除層次 我們一定要提高 現主是 我要講的是 我們有兩個層次要提高 一個是硬體的 一個是軟體 軟體就是說 我們人 我們身為一個人 要怎麼讓我們自己 比作一個更高級 比較有所謂 比較有水準的人 這是第一 第二 建設方面 大的方向 你的軟體建設 公共建設 你要怎麼去提升 可以造福百姓 造福全國 造福每個州 這是我主要的兩個重點 像說人 我們來講 我感覺 當然我稍後會再講到 就是說 以教育來說 我 抱歉 我會 像說教育的這部分 我們台灣 跟目前為止 就是為自從國民黨來台灣後 其實他沒有給你正經的教育 他沒有給你正經的教育 他都在教你一些奇怪怪怪的東西 都在教育花 你看電視就知道 他都在教你虛花的東西 要買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比較漂亮 所以你看 最重要的那幾個頻道 都是在購物 沒有 沒有在拔一些奇奇怪的聯織局 中國的聯織局 韓國的聯織局 宮廷在那裡在倒政 抬來抬去 他沒有 沒有去幫助說我們人應該 怎麼樣才會真正成為一個人 他都沒有在幫你教 像說那國務頻道 你看24點正在放送 24點正在放送 他都在幫你教什麼 說這件衣服很漂亮 你沒有買很可惜 你買幾項我就送你一項 多熟 多多熟 但是他不會去教你說 說要讓大家了解說 我們實際上 我們在賺錢的過程當中 你的遭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賺錢大家很辛苦 應該用什麼方式 來正正當當來賺錢 他沒有跟你教這種 他沒有跟你說勒索 譬如說很簡單 我就覺得有時候出去外面 有時候看人餐廳也好 或是公共場所也好 尤其我們一人人出去外面聚會 吃飯 座位的禮節 我們台灣人沒有在注意 但是日本是台灣非常的主張 你一日去 譬如說我們常常吃桌 一個圓桌 圓桌一定是最大圍 我看現在很多小孩 撲一個就走到那裡坐 大人都還沒錢 他們就去坐 這個就是我們沒有受到一個 比較正確的觀念 給他教說 我們的雷鎖要怎麼走 坐車也是 叫車它都有一個位置在 那很多小孩也是 跟大人出去 撲一個就坐最大圍 也沒等待大人在說 包括我們的排隊 有啦 現在排隊狀況有好一點 但是說實在 以我們應該有的水準 其實要更加高 正經我們要打招 下一個空間 空間很大 我就有時候坐火車 火車一停下來 大家都在那裡 那個 那個 火車的門口 人家還沒下來 你就在那裡 你跟著那裡 你跟著那裡 那裡 為什麼大家要在那裡 要唱威 不會說我最沒有先 扭一個威 給我們頂頭的人先下來 還是說大家很有秩序排好隊 身高的人就先進去坐威 我發現說這個現象 其實很普遍 其實這是我們想起來很痛心 但是也不免太過苛責 因為為什麼 我們台灣過得很 遭遇了很多苦難的事情 我希望說我們有機會 慢慢把這個小孩打 把我們的社會打 打到說很守秩序 像這樣 像這樣 正經可以回復 就是說 我們在日本時代的那個規矩 所以 有的人說 那老火都在說日本時代的台詞 但是你要想看看 他如果日本時代不好 他要跟你說這個做什麼 當然是 人家都很想規矩嘛 所以我也聽我們上一台的人說 我們台灣根本就沒有紅包這個名字 是國民黨來台灣之後才有這個紅包的名字出現 大家都 每天都要靠紅包 因為說 你如果有錢 一紅包 一個人不管怎樣 都可以拿到好的東西 你用條件去幫忙 如果說一個人很有才能的 他就沒有紅包 所以他就沒有機會 這樣那不是一個社會 那不是一個人應該過的生活 不是啊 所以 這種紅包的文化 我們漸漸也要把它拿掉 因為過去紅包 破壞台灣 真好的 真好的這個 環境 地理 建篩都給你亂起床了 現在 要開一條路 公共建設 你有紅包 頭前就可以把我開路 你如果沒有紅包 他路就給你洗環頭 走去 別的地方 結果呢 地方的就是這恩恩怨怨一大堆 像紅包錢比較大 喔 這條路有經過我家的 我家就比較沾錢了 那路洗過去 你會繼續做增加的地方 這樣 就是在這種條件過程交換當中 好東西 我們自己都買了 所以我就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教育 來完成這些事情 透過教育 給孩子一個真 真真正的很正確的觀念 說第二我們不能拿紅包 我們要 好的人要讓他出頭 好的人要讓他出頭 然後甚至我們要好好培養下一代 培養很多正確的價值觀 包括 我說要 我們的價值觀要做什麼 尊重跟鼓勵 像說看起來這怎麼沒什麼 但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現在 我記得一個 我們台灣 開車比較亂 大家都知道 你看 你如果開車那個人 你有在做尊重 你會不會去故意超車 或是說開很快的車子 耍威風耍英雄 因為你這是影響到別人的安全 嘛 生命的安全 嘛 歐巴也亂動 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去培養到 我們自己要去尊重別人的那種思維 那種思維我們還沒有建立 已經 已經被切斷了60多年了 68年了 我們沒有去建立這個想法 所以呢 你看交通就是還是很亂 當然現在有很多交通工具 大家 真的 習慣有漸漸變好 但是說實在還是不夠 我們說坦坦白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臺灣人做得不好 不會讓我們生人 我們好好來改 我們就是看到 這種尊重鼓勵 其實沒有在臺灣的社會 正常下去發生 所以 我在想說 要變身的錢 我們如果來做 所有的小學一直到大學 所有的學校 這項東西 也是要拿著的 就是怎樣 你把孩子寄什麼大過小過警告 這些全部要拿掉 因為怎樣 這是中國的思維啦 為什麼他 我敢這樣說 因為他是要透過這個過程 什麼過程 威脅跟恐嚇 他的嫁達關係 在跟你威脅 在跟你強迫 說 你做得不好 所以 我要記你小過 甚至跟你威脅說 這個 你如果紀錄 一死人會對你對條條呢 你有污點呢 你在教小孩子這個東西 小孩什麼都不知道 他像一張八爪 我們要把他教好的東西 結果呢 中國的思維是教他不好的東西 教他說 喔 你記三個小過 我就可以把你教好 他怎麼沒想到說 我好好來鼓勵這個小孩 他還是有救的 你不要把他編到什麼放牛斑 也不要隨便用過去記他 知道我在觀察 真的小孩記過 記到最後 皮掉了 他根本就不在乎啊 我多一個多兩個根本就沒差 那稍微看什麼 頭髒 老子長 就要給他記過 喔 那九官就出來 拍子 喔 就要給你記過 還是說做什麼做什麼就要給你記過 他們沒有一種 我覺得這種人的愛心真的很重要 他們不是用愛在教小孩子 他是用仇恨 用這個仇恨在教我們的社會 所以呢 我們的社會不才會開始在亂 都也是用這種 這種威脅恐嚇 所以社會處境很多嘛 情侶不和就用威脅恐嚇 啊 什麼主婦假名發生事情也用威脅恐嚇 不知道說要用什麼方式去協調 喔 所以 這種教育是很基本的東西 我就是一定要把這個拿著 全 全 全 新調酒絕對不能有這種 這種 這個學校什麼 還保留什麼 這種 記過啦 記警告啦 小過 啊 有時候再說 三個小過 換一次大過 不是 那幾點遊戲 什麼三個 再換一個大過 啊 三個大過要換什麼 留校查看啊 不就退學啊 喔 啊這 這不是那個 這是什麼促銷活動喔 鼓勵你繼續 做壞事嗎 喔 這邊的促銷活動 越想越不對啊 所以 我們這種賣的東西 一定要拿著 啊 像說語言 這種美學文化 其實它都是相關的 因為美學跟文化跟語言 這些全部相關 為什麼 我們一個文化 像說新調酒 我們可以給鄉親很多 但是呢 他都剛剛 我們現主席啦 我們別說什麼政府啦 什麼組織 老闆組織 我們都不管 現主席 我們都看到 他都跟你辦一些慶典嘛 但是慶典延續之後 他有沒有再做一個延續 沒有啊 他是 像 我知道 我的來看法 這種文化的東西是 應應萬萬 然後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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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籠什麼漂不漂亮 美不美 或是說好不好看 他有 他這樣給你笑話 給你輕輕猜猜跟你帶過 所以我也覺得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出說 到底他們有沒有用心 在經營一個事情 那照說起來 文化是一個金 文化是我們所有民族的金 語言也是 與其要辦那些活動 我真的會鼓勵大家回家講客語 你在新竹洲 新竹洲 以後我們就是母語就是客家話 小孩去上小學到中學高中 你就是講客家話 就這麼簡單 這種有延續性的東西 你是怎樣不可以去做 要去辦的那個很花俏 當然那些慶典可能是必要的 但是我覺得實在是太商業化 他沒有跟你教真真真真 精釋 這個文化的精髓在哪裡 他的根在哪邊 他沒有幫你去找 他只是掛個燈籠 或是說一些花色 這個客家的薄灰色很漂亮 跟你做一些東西 這樣而已 他沒有真正去追求說 這個根在哪邊 我覺得我們這就是要找筋 把那個筋找出來 透過語言 透過這種美學 客家文化有他客家文化的美學 價值觀在裡面 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客人都很欠 很願意打拚 家族的那個力量都很大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筋 我們不要把它封掉 我們不斷要封掉 甚至要繼續鼓勵 你就是讓這些人繼續說客話 去了解說 我們一些客人的文化 我們身體就要客人的文化 跟什麼有多親多好 過去祖先怎麼流下來 這個就可以延續下去了 那他的元素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人 不管大人 孩子 他大後 他在思考一個事情的時候 美學 其實他那個元素 就已經在他的腦子裡面了 在他腦子裡面以後 譬如說 他去圍一個圖 那是說一句圖 他的東西就是 就會表現出來的嘛 就是有客家的元素出現嘛 這個還需要教嗎 不用教啊 你只要慢慢一個一個 跟他傳承下去就好了 也不必透過 說太過商業化的模式 讓大家去了解 然後只是吃吃喝喝 然後打個廣告 掛一個燈 做一些宣傳 喔 沒問題了 今年過了 喔 經費 那做生理的人 經費來幫你唱一唱的 大家看有好看的 多少錢賣一些 然後明年再來一次 這樣 永遠就是這樣 所以他的文化 永遠不會傳承 他所謂的 他現在所謂的在告訴你 在辦這些活動 其實他是建立在 商業之下的一個 用文化來包裝 來建立 來建立 他們的一些所謂 既得利益者 得到好的東西嘛 不然這些東西 都總要拿掉 都要拿掉 我們就 真真實心 來做這些工作 我們就不用擔心 現在孩子什麼都不會說 客人的 都不會說 客人的 這都不用再去擔心 啊 像說 像說 這我也常常在注意這些事情 包括說 很多辛苦人 真的很多很多 我們 我們說起來 我們算是幸運的一群 我們沒辦法去了解 但是我在做 注意我們的社會 很想 很多人 到現在為止 我就 最簡單就是 歐巴桑都在賣藥花嘛 啊 還有在拼 還結束什麼 在 那個 去拖那個抓襯子 拿去賣嘛 我就 經常想說 啊 這位歐巴桑是要看我們 正經白色工要留下來 他家年 沒有 我感覺不可能 只有他一個人而已 反正他要是一個花子 也沒聽到 啊 他健保費付得出來嘛 他一天的衣服 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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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省上 我們的社會 怎麼會比作這種形 怎麼會 給這些人 這些歐巴桑 歐巴桑 歐巴桑 在外面 六七十歲 七八十歲 很多 去這樣在那 吹風吹日 我最近有時候說的 我實在 我是說得很辛苦 這是我們台灣不應該出現的現象 啊 我們要怪什麼人 好 那我們不要 什麼都不要怪 我們往前看 阿爸要怎麼救助我們這些人 所以 我在想說 我們如果接種了好 我一定要拜託各位 拜託我所有的 所有的幹部 動心 你們在家裡附近 有看到這種的更辛苦的人 你們附近 你們都更了解 趕快 告訴我們 我們趕快去 進行這個救助 一人一人 叫做 一個一個叫做 有的根本就沒辦法出去賺錢嘛 有的住在家裡 那是說 有的沒水沒電 那個生活環境很差 但是很諷刺的事情就是 這些人 一邊做 一邊做出去的人吃頭路 那是說 他聽說 他要比我們更早 更早起床 去做工作 那做都做十幾點鐘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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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 那不知道 我們就沒辦法去算他那個時間 那 那是早上就要出去 趕快要回來 所以 最近很可能 明明他的環境已經這麼壞了 結果 他出去 要去 叫做事 早上就要出去 啊 收集那些做事 啊 換換換換回來 理論上他應該 生活這麼辛苦 應該 應該就好辦法休息了嘛 那是說 有什麼方式去幫助他 結果不是啊 那像越辛苦的人 做的事情要越多 所以我們要看 我們要下班 我希望說 我們把這個社會 把這種 這種 這個 貧困的狀況 我們把它消滅 包括小孩營養午餐 真的小孩營養午餐 搞不出來 這是我一個朋友 他在做修學的 修學的老師 他親口說的 他說 那小孩營養午餐 沒有出來 其實營養午餐 這麼多錢 他那時候跟我說 我要算算 好像說 六七個小孩 一個班級裡面 差不多四十個五十個小孩 平均每個學期都有 六七個小孩 交不出來 你看這個比例多大 超過差不多十% 然後呢 營養午餐沒有多少錢 應該大家有小孩 小朋友比較有概念 錢沒多少錢 我那時候跟他算算 像說 好像才一兩千塊而已 寄人 他們這個錢也賣出來 所以要 這部分 我有盡我的力量去幫他們 那這麼簡單的東西 還有大小孩 大學生 家裡沒有錢 讓他念大學 要貸款 這都是我們 要去疏忽的問題 我們的社會 正經很不正常 希望我們下次有靈力 來賣三天這些人 包括 那個助學貸款 都不用繳了 所以 原主席要貸款 趕快去貸款 以後我們一執政 全部都不用還 不像現在這個夭壽的流氓組織 貸款 貸款 貸款了後 小孩被騙了後 還要把你拖離捨 哪有這種政府呢 你不是 你這是賣賣 你真的覺得賣賣賣 那是什麼政府 他沒有主席 本來他就不是政府 你要培養一個小孩 怎麼會再去給他賺錢 所以補充的進行也看到說 小孩子怎麼 他畢業以後覺得虧對父母 結果自己去自殺 當然他的貸款 他沒有給他鼓勵 也不能 絕對不能這樣做 但是你看 那是痛苦到什麼程度 會讓一個小孩 這樣想要打拼 他想要出去找頭路 找不到頭路 啊 他做學貸款行不出來 老麻做一隻 還給他拖離捨 他的環境是很辛苦 才會讓他去做這種事情 我們要變 所有這些狀況 我們都要把它拿掉 不能再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剛才說 一開始 其實我是 要放一張給大家看 就是說我們的 價格觀 我們的人 都被摧殘了一塌糊塗嘛 所以我們社會真的 目前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剛才這段我講過 我就現在不再重複再說 像 台灣的寶貝 新特州也很多寶貝 我們新特州的那個 農民漁民很多 路間也很小 其實這是台灣寶貝 不只是新特州 真真是台灣的寶貝 都是這些人 打拼 真打拼在做 我要 基東說 以路間來說 我去的路間 不是說 你只做路手 那些是路間 不是說你去 做那種 他會探那種手路錢 那些是路間 其實你一般上班族 也是一個 他一個老公 我們台灣都是 寶貝的人起來 哪有可能 你幾個大間 坐在那裡 在那裡發動發篩 喔 要在制定政策 就有嗎 不可能啊 這些人在納費金 一千就走不去 請問台灣是什麼人在吃的 你大間那麼了不起嗎 你那些人 錢拿那麼多 甚至有好康也在做生理 那有協助什麼 他們要走水的方式 是很多 百百種的 那真真實實 我們打拼 我們願慶祖的人 我如果沒有辦法鼓勵 如果沒有辦法 我們把這個鄉親 抬起來 這樣子等於什麼 我也跟那些人 在違非作代啊 我們應該鼓勵好人嘛 那派人把他抬掉嘛 所以我們要好好把這些 農民好法照顧 小民老公 有錢一直去 去的不太款 有錢是 現主是 你如果說37塊 九五來說37塊 其實我跟你們說 30塊以後 都沒問題 他就很敢給你去 然後讓大家生活的很難過 啊這些農民 這些老公 我就說 你怎麼發佈他們空中 怎麼發佈他們說 啊不可以 跟你台價小 沒有啊 他要跟你怎麼去就怎麼去啊 啊像那 我遇到一個那個 人那個油菜的財布 你看 人那個 大家的財布 手都這樣 黑疏疏 啊 油菜的稍微有比較白啦 但是那是油菜的結果啦 啊都黑疏疏 啊整個都黑疏疏 看那個手 你就知道說 這個人有在做事情 沒有在做事情 沒有在做事情 那油菜財布說 我也說 啊你油菜 還蓋了對不對 他也在那裡笑 他說你怎麼會知道 我說知道啊 啊你 我們酒油在蓋 你油菜錢當然也蓋了 你要那油菜 一湯一湯在繳 你把大皮繳 那都在蓋嘛 你怎麼會知道 我說我當然也知道啊 你為我們為一個小小小的所 就可以看出說 到底 我們這個社會有正常 沒有正常 所以我說 我們這些人都要好好照顧 還要給大家 大家生活真開玩過 這些人有他的專長 甚至呢 我們要這些專長 我們要把它尊重 譬如說 老公 起床也好 修理車也好 他們的專長 我們的社會要培養 這就是我剛才在講的 其中一項 這個價值觀的問題 價值觀的問題 價值觀的問題 因為過去 中國人幫我們教什麼 輸農工廠 沒有 幫你教 我們說 做工的 就比較多賺 啊 政產的就比較多賺 其實喔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政產的 我們如果沒有東西 賺 我看要怎麼拍 不可能啊 啊 老公 你如果沒有幫你起床 那是說什麼 簡單 不要說什麼 家裡中逢 那是說 去哪裡做一個簡單的 優策也好 那不要做 很多人都不會 啊 他們不去把他尊重說 我們社會最基盞 我們社會正經 真真實實 是 口齊的人 實實在在做 老老實實在打拼 老老實實在六歲金 這麼建立起來 不是那些人齁 一天穿漂亮漂亮 在那兒找人家 在那兒在制定政策 大家政策 我就 我看 我覺得沒有一個政策 是說 你實際上下去 跟大家接觸是了解的 所以上頭在那兒亂摸 會讓大家都忧忧死 因為他沒有了解嘛 啊沒有了解 我想 本身 他們這些人的思維 這些人的 價格觀 他受到的教育 就是這樣 他沒有在尊重 他也沒有了解說 怎麼 要認真去思考 讓我們的社會更進步 啊 剛才就說 像說 我們這個 客廠 我接下來 又記了一個 伊東民來說 我們要來 新的主要怎麼做 最基本啊 這很簡單啊 為什麼現在的流氓組織做不好 因為他要把那些 中國人養八八百 我們百分之七十八十的人 在六歲金 在養那些人 我們的醫療有沒有免費 沒有啊 他們的所謂的難民 都也看得不用錢的 所以 我們的流氓 我們的八生 農民 醫療一定要免費 不可以 又把他們放在旁邊 沒有把他們當作一輩子 我們要好好把這些寶貝 扣起來 把我擦好清清清清 放在床上 我們要把它擦 不用啦 就是 就是要 我們要把他們尊重 尊重這最起買的嘛 然後價格保證 很主持 我們所有的農產品 其實大家都很了解 中間經過多少百姓 他的價格 賣到真的很可能 但是他有人真 做不到 大家多數 民眾很高興 都很努力 他做一個東西 這個 這幾百多様子 千多高的農產品 他做得這麼辛苦 經常要拿去拿去買 他就要看人家的面色 你自己 我家年是沒有在做餐 但是 那陰廟自己的鄉親 看來沒有難過 看來很難過 美嫁也是 這樣 那拿去那個 人要 那些人來收的就給你台價 台價的成本永遠都要不夠了 不收還不可以 我們這些農民實在很可憐 都貪不太錢 所以價格一定要保證 不然我們就要價格 總之要保證 我們政府來做 政府來把他企業的生活 不用怕 我們臺灣的土地 我們的土地這麼肥 天氣這麼好 我們沒有一年可以三期的地方修正 中部還有兩期 臺灣這麼好的一個報道 結果我們沒有辦法把這些人下去聽笑 這是我們要好好做的工作 我們的未來一定要 方向一定要做的力量很清楚 像說 製造東西也是要把 我們要把整個一個 不可以說 譬如說 一項東西很好購 哇 大家製造 製造結果 修正時都掉下了 這也說實在 不能說 你怎麼都這樣做 因為這如果政府 你沒有去做一個管理的過程 大家就是會做這個工作 包括企業經營管理行銷 給他人家做 我們這就是分工合作 給他人家做 人家做 人家做 製造東西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接手 跟經營 他的東西要來送去哪裡買 我們跟市民上大家去合作 去超級市場 我們跟大家合作 有一個價格 整個過程企業經營 他就不用擔心說我東西沒所在買 他那種子修正 還比較爽也是爽那幾個而已 還拿去買也是賣給那幾個 那就是那幾個在跟你掌握 那幾個的介紹 他一般上的介紹 都那幾個在跟你掌握 所以他沒有 他找沒有通路 這個通路我們政府要做 我們就要找 來建立 後面大家很高興 他不管隨時 他甚至風太來他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政府都要保障 可以睡得很好 不要說空太來了 結果我會去 沒有取出他的生命的危險 去順禪 去順培基順 空太來了 每次 travels 他一過沙子清清々 要靠都沒有目光 都沒有一個自己有法度去做主人的事 我們要好好保護這些農民 保重我們一定要做得到 阿團也是在說 雞民 努工 一樣 醫療 醫療的部分 讓大家免費下去做 讓大家生活 生活更快 不可以說做10分 賺1分2分而已 真的很可憐 這剛才我講的 在地的文化 包括我們教友 剛才我拿去說 我們的教友就是要把文化這些所在都黏作會 因為現主時 說最簡單 我們在地 我們對我們住的地方 我們的鄉敬 我們的社群 我們住的那裡的感情有多像 到這裡都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想他們現在給你什麼名字 中政路 中三路 福興路 一些奇奇怪怪的路 名字中三國小 中正國小 中三大學 什麼什麼 這些都幫你講這種的 政治意味很強烈 自己都沒辦法結合作會 所以你人如果住在那裡聽 你敢有一個感情會嚇死在那裡 不可能 這是我們人最自然的感情 最自然的感情 到地面 譬如說你大學 你自小學大學 開始大學的地方 你都住在一個什麼中三 念的是中三國小 走出去是中三街 左轉是中華路 右轉是負心路 你怎麼對一個地方有感情 絕對沒有的嘛 但是 我們把這些名字 回復之後 譬如說 我們台灣很多地名 到現在又很好聽 譬如說山寮 地圍 它有歷史在 你的 你對那個地方有感情 你自然 一旦 我們人對我們的地方有那個感情 産生了後 你自然會去愛你的鄉土 你自然 會去為你的鄉土打拚 你會去思考說 我要怎麼 讓我的大的地方更乾淨 更漂亮 交通幾季 大家更知道怎麼去遵守 要怎麼來 提供我們庭園的特色 這是人很自然的工作 會自然去産生的 你如果說走出去就是中三路 請我是中華路 倒我是學生路 你完全沒有感情 你就想說 反正走過去就好了 你不會想說 又要回來要做什麼 這就是怎麼樣 文化嘛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文化 人跟地圍 你有結合做會嗎 沒有啊 都被拿掉啊 都被拿掉你沒有感情啊 你怎麼可能又 什麼文化造出來 不可能啊 不管你是 客人也好 你如果讓人人 白保俗好高三座 你就沒感情在了 你文化就不走出來 你的歷史呢 也貪圈啊 你不去思考說 我們圍獲這個歷史 從哪裡來 絕對不會去想 參與這個歷史從哪裡來 你也不會去思考啊 沒一個人會去思考啊 像現在唐人有一個八德 八德四 他给你这种名字 怎么会有感情 但是他古早的名字是什么 八帝 八帝的厨 我们有地园 这种地园的名字 台湾满满是 里面都有八帝的厨 六帝的厨 很多地方都有整帝的厨 那都有地园的感情 他都现在给你改 所以我想 人和土地的关系 你如果没有结合 都消失去了 小孩没想要回来 你大人也住得很艱苦 地面这些地方 我们一定要把它改过来 一项一项改过来 非好 我们应该有的文化在的 我们这样的文化 我们可以青菜给拿掉 不可以了 所以一项一项都拿回来 观光 因为我们贪钱也很重要 我们要给他贪钱 我们不能想说 如果可以去工厅 去做外销 还是做啥 去国家印象力做啥 做啥 那就是给他贪钱 还是说像我们做什么电脑公司 科技公司下 这这伙子很贪钱 不是 我们只要好好把我们的在地元素 拿出来 我们把你乡亲的在地元素 在地的特色拿出来 就有办法贪钱了 我给各位报告是怎样 因为 我们要请人来观光 我会注重观光 观光这个外汇都走不起 他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土地来消费 我们要用什么工作的人去印 要用什么去印 就是用你的特色 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故事 每一个兄弟有每一个兄弟的特色 每一个文化也有文化漂亮的地方 像我们现在台湾 大家都知道说台湾的东西很好吃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特色 这些东西拿出去到国外 有很多人去贪钱 但是国外观光客 他来台湾 他第一项就是想来台湾做什么 去吃牙齿 去吃好吃的米 吃很多什么 蚝仔煎 蚝仔米酸 ов hand 味 evident 很紧张的 没拖rijId 好了 ах 其实这个时间没有这么说 说得很清楚 大阐奉用 讲各位介绍基本上 我想我们 那之水需要老体台湾 就是要考树 我们要考树 我们的特色 我们的特色不是 不是說你在觀光區 蓋一間名牌包包店 那個沒有特色 你要蓋什麼 蓋譬如說有客家文化的那個包包 設計那個感覺是客家文化 或者是說像那個高砂組 很漂亮的圖騰 我們用這些元素去設計 那才是有特色 看觀光客來 他要買這個 我跟你說 他不是要給你買什麼LV的名牌包 你那個蓋的已經沒有口味 他早起你 他是要吃蚵仔麵線 結果你旁邊蓋一間LV的店 那怎麼有口味 他就是要吃蚵仔麵線 他要在那個感覺 這才有辦法跟他蓋 所以我們要 自己要興奮 我們自己要很興奮 我們很多好的文化 好的特色 我們自己要保存 如何發揮 過去我們幫他打垃圾 很多人有自比感 自今天開始 我們要有信心 要絕對站起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請客 走勒 休閨10分鐘 謝謝